第3361章 顿甲补宇宙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浩瀚星空 夜晨漫步而行 时隔万年 他又一次踏上太古路 来了太古洪荒 昔日 这里乃军事要地 诸天的大半战力都聚集在此 封印着一代圣魔 牵制着上仓 天道的大轮回下 太古洪荒也再次演出 该是纪元残留 该是轮回之下 出了不少问题 有些事 非他所能左右 如今的太古洪荒 冷冷清清 略显苍凉 不过 还有人在此 哪一道倩影 立于月下 如一个遥远的梦 那是自在天 夜晨走上了山巅 前辈真是好兴致 夜晨 你究竟是谁 自在天清纯微起 不知是问夜晨 还是自言自语 为何这般问 吴自行的身上 忘记过你与赵云的背影 怕是前辈看错了 夜晨一笑 他就是夜晨 哪怕地老天荒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至于小娃是谁 他早有猜测 但至今都不敢下定论 若他猜测不假 那就太颠覆规则了 自在天不语 也未在追问 寻小娃时 见过你家宇宙 夜晨中是倒出了秘星 不知为何 挪到了虚妄深处 苍生都还好 魔走 自在天南雨 虽有诧异 却也在意料之中 莫在外出 他年晚被替你寻 夜晨踏出了山巅 一步步走入虚妄 走向了小娃 先前待过的未知 他并不属诸天宇宙 或者说 未知领域就是个宇宙 只不过 被小娃生生吃成了空白 再来未知 自没有小娃 不过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小娃能做到的事 他也能勉强做到了 譬如 为顿甲天字开光 只开了光的顿甲天字 才能望见自中宇宙 接天字炼化而来 同样能将天字 还原成宇宙 哪怕是空壳 也一样 对诸天宇宙有用 可用它们修补裂痕的 天字璀璨 一颗颗悬浮 开了光 其内宇宙能清晰可见 待所有天字开光 他打崩了未知领域 收了碎片 一块块炼入了 诸天宇宙 没有一块炼入 此宇宙灵力 便浓郁一分 但极其有限 而后 才是顿甲天字 包括他所容的道字 也一同祭出了 每一颗 化作了一个个的宇宙 有大也有小 大的如浩瀚星空 小的则如一颗星辰 看其形状 皆是不规则 这都正常 诸天也不规则 也如他所料 天字还原的宇宙 皆是空壳 难见生灵 也险见山水 纵是有这些 那也是消亡的文明 还是天道大神通啊 神尊西须 与女帝做荒帝时 也曾想过 用天字补宇宙 奈何道行有限 连开光都做不到 更莫说修补 身侧 奇化也在 下腹已隆起 很显然 已有了生育 再过几月 小宝宝就出生了 不瞒你说 我想找个地儿 喝花酒 神尊一语深沉 那个神太 也是以语重心长地说 去呗 多拐几个回来 奇化一脸笑盈盈 但他那种笑 落在神尊的眼中 就格外地圣人了 这娘们发起飙来 比他妹妹还吓人 思来想去啊 还是在家陪媳妇 较为安全 哄 碰 哄 两人斗了时 叶晨已开始捕裂痕 一个个宇宙的空壳 被永恒裂成补丁 一块块掩住裂纹 原因诸天宇宙 当年破损太大 几次显崩溃 已是千疮百孔 这 可是一个费力气的活 没办法 谁让他是天道来 他不做谁做 还好 顿假天字还算不少 画作的宇宙也足够多 瞧这个数量 岳母估计一下 能勉强将诸天补成完整 实在不够 就只能去他处寻 总得给他凑够 哄 哄笨笨 叶晨造的动静不小 星空也够热闹 没补上一道裂痕 宇宙便趋于完整一分 灵力便浓郁一分 冥冥中的压制 自也会弱一分 突破进阶者 一抓一大把 各种的地劫 一片接一片的上演 举世献祭 天道大轮回 举世降阶 如今 该是举世突破 还都特么引来了雷劫 纵观几个纪元 如这等旷世景象 还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老子的地位 又回来了 小小大帝 也有脸说 老子都天地了 你也靠边站 老夫都准慌了 轰隆中 也多杂杂呼呼声 每一片星空都有 遗憾的是 未见出荒地 或者说 是夜晨压着不让出 这补宇宙呢 其他地劫 都小儿科 来一场荒地劫 那就是给它捣乱了 足一月 星空才得以平静 但补宇宙的技术活 还得夜晨来 于世间 不过一月 于它 却以千年万年 是它以永恒改了时间流速 不然 这么多的裂痕 要补到猴年马月去 有那空闲 与媳妇那啥不香吗 待忙完 便再来一个月 第三日 天字用完 第四日 夜晨以永恒化不了朽 隆目了整个宇宙 谋足劲儿 练了一万年 这里的万年 是相对它而言 与世间无关 也是这一月 残破宇宙 终是得以完整 但仍须无尽来磨合 毕竟那些只是补丁 这下 容纳五尊荒地 该是不成问题 众地扎堆 捋了捋胡须 凡准荒巅峰 准荒圆满 皆有资格征荒地之位 至于谁能突破 全看个人造化 不过 神尊与女帝 他俩 是肯定有的 等着吧 一旦夜晨扯了天道压制 纵他俩不愿成荒地 也一样会被推上荒地位 只因举世降阶是被动的 夜晨已复活 也已修好了诸天宇宙 他们的阶位 都会自动升回来的 前提是 天道不再压制他们 所以说 留给世间的 也只三个荒地位 都别动 我要一个 传说中的二帝 放出了豪言壮语 这话 所有人全荡放屁 你个小小大帝 怎么排也不会排到你吧 出天这么多地 数你压的阶位最低 却数你压的 叫得最欢时 我若成荒地 能不能再娶个媳妇 帝尊笑呵呵的 正趴在孟魔下腹 听开动 娶呗 孟魔也如其话 是个极其开明的主 娶 随便娶 但若娶回来 夜里睡觉时 可就要小心了 别一步留神 被人给淹了 轰 轰隆隆 苍秒多轰隆 无好宇宙的夜晨 依旧为罢首 竟又将诸天三分 上为天界 下为地府 中为人间 以此为根基 造出了一个大轮回 不过 他的诸天三分 与女帝所造并不一样 名为三界 实则为一体 好人上天堂 坏人下地 预备 所日后缺得的事儿少干 都老老实实的 另类的永恒吗 自在天清雨 既是有了轮回 自有投胎转世一说 只不过 换了一个方式活而已 只要轮回不崩 便可万事长存 当年他们的宇宙 也曾想过这般做 奈何天道不合 搁置了无尽岁月 如这宇宙也好 宇宙可永久延续 香火不断 本章完 第三千三百六十二章 后会无期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不知何时 才见宇宙平静 去仰望苍渺 多有奇景意象 更有奥妙天音 宇宙完整 苍生皆得意 夜晨未回家 走入一片大路 落在了一片竹林 林中 久悠先取响彻 能见女子翩然起舞 欢声笑语 平平不绝 乃楚灵欲 中霄和红尘 早在几月前 便离开了大楚 寻了这片室外 桃园隐居 他俯情 他起舞 而木讨的他 难得一分清醒 有饭没 蹭一顿 夜晨真身显化 也不拿自个当外人 寻了一旦凳坐下 随手自果盘 拿了一颗灵果 啃得 还是没脸没皮 情音停了 午也停了 清醒的红尘 也因此堕入了魂恶 木讷而空洞 红尘血于楚灵欲 皆不语 只默默看夜晨 这尊天道 可不是跑来蹭饭的 定是为红尘而来 正因如此 他们的神态 才格外紧张 早在上个纪元 便知红尘身份 乃这个时空的外来客 夜晨到此 搞不好就是带红尘走的 毕竟时刻在扰乾坤 的确 红尘扰乾坤 不止红尘 还有神玄风和六道 自始至终都干扰者明 如唐三少那种 记忆为何残缺 皆因天道轮回不完整 天道轮回为何不完整 大半便是因他三人 三个平行时空 有交错 纵他已成天道 也抹不掉这个事实 夜晨不语 只在那静静啃灵果 似是在等人 果然 不久后 一道人影划天而来 正是神玄风 准确说 是未来的夜晨尘 今日的神玄风 一样木呢 之所以来此 是夜晨呼唤了他 神玄风方才落下 千商月便跟来了 神色亦紧张 可有一愿 夜晨默得开口 曾经问红尘的话 也问了神玄风 实则 问的是未来的夜心尘 苍生葬灭的年代 便是无知归宿 神玄风的回答 与红尘如出一辙 他们的心境 夜晨自是懂 这个时空 并非他们的家 原本时空才是 轨迹不同 便是走上了一条陌生的路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便是一个个陌生的人 如此 老尔等夙愿 夜晨淡淡到 终是站起了身 夜晨 钟霄和楚灵玉 挡在红尘身前 千商月挡住了神玄风 他与他 同等的木呢 而三个女子 阴色皆有哭腔 语气皆带哀求 夜晨不语 一个拂袖将三人挪到了一边 以永恒禁锢 连说话的权利都封了 三双美眸 皆泪眼婆娑 欲感应验了 他们的爱人 要被天道给送走了 夜晨可没那般狠心 如红尘 如神玄风 皆双重人格 也可说双重灵魂 在一体的双重灵魂 魂恶时 一个是未来的夜晨 一个是未来的夜星晨 清醒时 一个是炎黄第九十七代圣主 一个是神王 这 便是两人的状态 而他 要送走的 便是未来的他 和未来的夜星晨 有人走 自会有人留 炎黄圣主留下 这才是红尘雪和楚灵玉的爱人 杀手神朝神王自也留下 也便是千商月的爱人 他抬了双手 红尘与神玄风 两人体内 皆有一道光飞出 乃炎黄圣主 与杀手神王之灵魂 被夜晨以大神通偷换概念 强行分离出来 而后放入了轮回 乃此宇宙 此时空中的轮回 得送他们去转世 当时已轮回了断因果 这一点 身为天道的他 还是做得到的 这些 三女却望不见 未来的夜晨 未来的夜星晨 则还立在原地 两人皆如时刻的雕像 此刻 纵再谈九幽仙曲醒事篇 他们也不会清醒 只因天道夜晨 已剥离了炎黄圣主 也剥离了杀手神王 剩下的 乃最纯粹的未来夜晨 和未来夜星晨 一路走好 夜晨开口 已永恒开出了时空路 两人是怎么过来的 便顺着那条路 再走回去 这是一个逆天大神通 原本时空的女帝 能勉强做到 而这个时空的她 做得更好 不为其他 只为安全将他们送回家 两人接动 一同踏上了时空路 临走前 都曾回眸 第一次对夜晨露了清醒的笑 也不知是沧桑 感慨 还是欣慰 他们逆转时空而来 虽改变了这个时空的轨迹 却救了万遇苍生 后会 无期 两转身 顺着时空路 渐行渐远 走着走着 两人便融合了 他们本就是一体 两道人影 化作了一道 夜晨不语 只静静望看 直至时空路闭合 都未收谋 隔着时空虚望 她似能望见一幅画面 最原本时空 还与黑暗无光 苍生已葬灭 只剩逆转时空的那个人 已披上魂天战甲 也已握紧了露天大忌 她 是最原本时空的夜晨 逆走时空 她终是回到了她的故乡 战 这声嘶吼 是她发自灵魂的咆哮 最原本时空的最后一个人 踢着她的燃血大己 冲向了铺天盖地的魔 背影萧瑟 背影也孤寂 那是她一个人的冲锋 这 便是她的夙愿 这 也是她的归宿 纵死 也要与故乡的山河 故乡的人 葬在一起 两久 夜晨才收谋 这一瞬 最原的本时空 与此时空彻底断了 至此 她才解了三女的封印 夜晨 你好狠的心 三女同时瘫倒 哽咽不堪 已是泪流满面 来 你家的红尘 夜晨拿了一块玉剪 塞给了楚灵玉 与红尘血 来 你家的神玄丰 还有一枚玉剪 是塞给千商月的 其内 记录的便是转世的红尘 与神玄丰 这 三人震了一下 才知缘由 她日澄清时 莫忘请我喝一杯喜酒 夜晨摆着手 走着走着便消失了 你个死夜晨 三女抹干了泪水 忍不住骂了一句 哭着哭着就笑了 就说吗 大楚的第十皇者 不是棒打鸳鸯的人 三人奔向了两方 一个去寻转世红尘 一个去寻转世神玄丰 他们的爱人 再回来时 该是完完整整的人 前辈 没打搅你们吧 这边 夜晨已到 星河之畔的一个小村落 鸟语花香 口中的前辈 指的字是地基 他送走了两个 字不会拉下六道 如先前红尘雪他们 地基的神态 也莫名地紧张了 晚辈 还是有职业道德的 夜晨一笑 自六道体内 奋出了一道光 那是清语 一个世人不知的名 却是地基的爱人 一如先前 他将清语送入了轮回 前辈 去找他吧 夜晨笑着 递出了一枚预见 标明了精确位置 那他 地基欲言又止 指了指木呢 也空洞的六道 苍生葬灭的年代 便是他之归宿 夜晨深吸一口气 同样开出了时空路 而这条路 地基是望不见的 但天到夜晨的话 他却是能听得懂 这是要送未来的红尘 回归他自己的时空啊 多谢 地基留下一语 转身消失在星河 哄 未来的红尘 踏上了时空路 曾回眸 露了一抹清醒的笑 沧桑古老 逆转时空一行 他见证了神话 而夜晨 便是那个活着的神话 一路走好 夜晨微微一笑 独自为他送行 后会 无期 他走了 一步步踏着时空路 走向了自己的时空 行走中 魂天战甲一寸寸浮现 其手中也多了 那么一杆大忌 红尘是一人孤独的冲锋 他字也一样 后会 无期 夜晨静静助力 静静看了两久 未来的他 走了 未来他的未来他 也走了 此宇宙乾坤 至此真正恢复正轨 他该感谢那三个逆行者 若非他们的降临 也不会有这个时空的延续 咋还有点伤感嘞 夜晨柔了柔眼 终是踏上了归途 再回玉女风 画面那叫一个杨眼 一大帮的媳妇 都挺着大肚子了 连楚琳儿 连姬宁霜 也都不例外 生了个夜灵 生了个夜凡 还能再造出一个 老子枪法这么准吗 也对 一个月啊 纵枪法再不准 总有一枪能打中 还直到回来 楚琳瞪了一眼 丑见没 这都是你的杰作 别待太久 日子弱到了 都给我麻溜出来 因你们 床都上不去了 这便是某个爹说的话 指着一个个媳妇的大肚子 骂得很欢时 早知枪法这准 就该来个半年套餐 宇宙的天道 纵来的一年 一样雄啾啾气昂昂 要死啊 红颜美眸冒火 别看人挺着大肚子 还能踹叶尘一脚 别闹 某人又死皮赖脸的凑了回来 那得听听胎动 好吗 肚子里的小家伙 也给他来了一脚 随我 这个随我 夜晨这一语 说的那叫个语重心长 好你个小兔崽子 还未出生 就敢踹老子 咯咯咯 众女见之 捂着大肚子笑了 那小家伙 何止随他爹 还随他娘呢 红颜是个暴脾气 小娃娃也不赖 这若半满月酒 得随不少分子 暗中不知有多少地 意味深长地唏嘘了一声 分子不够 特产能 滚 听我的 这回换珍藏板 嗯 靠谱 不正经的人 还是不能扎端 走哪都扯淡 总的来说 玉女风上的画面 还是很温馨的 本章完 第3363章 天道解封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这一夜 夜沉解了天道压制 旋即 便见两道神光直插天穹 演出了永恒一项 乃神尊于女帝 静置一旦解开 两人便被动成荒地 还有三个名额 是哪个嘞 人王立于月下 提着酒壶仰看苍苗 他这个战武渣 显然是没可能的 才刚到天地级 距荒地还十万八千里 莫说他 人王都未必有那机会 撒纪元的人才 都特么堆到一个纪元了 若非灌绝古今 若非有逆天机缘 谁能登陵地到疯癫 自这日 诸天热闹了 先前是地结扎堆 如今 荒地结扎堆 太多准荒圆满 因天道压制解除 引来了旷世神法 奈何 无一人突破 开了荒地结 便指两条路 要么死 要么进阶 既无人突破 便是集体陨落 还好 诸天有轮回 葬在神法下的地 转世投胎 全军覆没 则则则 你小子 没作弊吧 龙爷揣着手 瞟了一眼夜尘 那么多的准荒圆满 有太多 是他看好的至尊 若不出意外 能封为荒地 尴尬的事 都出了意外 这让他不觉以为 是夜尘在搞鬼 天道想让谁成荒地 谁便能成荒地 反之亦然 他不想让你成荒地 你怎么 都跨不过那座门 我有这般闲 夜尘一边趴在 楚轩肚子上听胎动 一边回了一句 这是实话 他已解了天道的禁止 谁能封位 全凭本事 这事儿 他并没有参与 非但没参与 还封了神尊与女帝的 地道烙印压制 所以说 相比上个纪元 这个时代冲击荒地位 很容易的 他以为众生 开出光明大道 能否越过 要看众生自己 这么多准荒 圆满陨落 上个纪元 与天道干涨时 都没这般惨烈 还是纪元不够啊 唏嘘声颇多 但冲击荒地者 还是不少 诸天有轮回 大不了重来一世呗 俺强烈怀疑 那些的老家伙 是活腻歪了 小灵娃摸了小下巴 所谓活腻歪了 便是去投胎转世 想换一种活法 无等这一日 等了很久了 某些地 与众心肠地捋了胡须 平日没少被那些老家伙暴揍 如今他们入轮回 那得让他们乐呵乐呵 哼 第九日 一场震颤还雨的神法 想满诸天 这场荒地劫 有些不一样 自带一种荒地集气瑜 嗯 这个可以 夜晨看了一眼苍妙 杜结者必成荒地 天道都说了 哪能不成 乃地荒 是继神尊于女帝之后 第三个封位荒地者 自然 夜晨不算在此恋 道不分先后 活得老 活得早 不如赶得巧 女帝时代 那么多经验的至尊 都未能进阶荒地 不成想 第二纪元的地荒 后来居上 第十日 又一个人才 引来了旷世神法 问鼎荒地 那货 该是采狗屎了 他变了 说好的一块研究 珍藏版的 咱仨 是不是要挨揍了 帝到F4 其中的三个 在月下聚首 咧嘴则舌 缺的是帝尊 没错 新纪元的第四尊荒地 就是帝尊 终是长脸一回了 就说嘛 叶晨的第一事 岂是说说那般简单 以后老实点 我脾气不怎么好 帝尊成荒地的第一件事 便是吓唬媳妇 那夜 神山又鸡飞狗跳 帝尊之后 显见荒地结 或者说 准荒圆满的地 基本都陨落得差不多了 最后一个名额 就此搁置 哇哇 十月怀胎 一招分娩 某一日 一声婴孩的啼哭 自玉女风 传遍了大楚 难名欲树生了 还好 是她一人生的 若赶一快 那才热闹 天道家的娃 果实非同凡响 不少人跑来 打老远便忘见了 玉女风上空的异象 真个一彩喷勃 有道阴环绕 如奥妙仙曲 想满世间 皆是阴夜沉 她乃天道 其孩子自是很不凡 到了横月宗 来的人都麻溜退了出去 小娃娃出生 不止有异象 还特么有天节 无人敢信 竟是大地级的天节 出生级大地 嘖嘖嘖 没办法 娘胎里便开了神机挂 夜沉这一枪 打出了一尊货真价实的地呀 都是做爹的 差距咋这般大了 唏嘘择舌声 满天地都是 做了天道 就是不一样 无有一句骂娘的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熊二深吸了一口气 她用了一万多年 才挣到成帝 那小家伙倒好 一路风雷挂闪电啊 出来便是大地级 让她情何以堪 她这尊帝 就跟闹着玩似的 何止熊二 太多老家伙都干渴 当年成帝 何其艰难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啊 投胎 也是个技术活 老辈的至尊 道出了一个真理 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 但无论咋拼 都拼不过那叫夜沉的爹 哇哇 老话说得好 好事成双 当日 鸡宁霜也生了一个胖嘟嘟的小家伙 这位 可比叶凡活泼多了 有多活泼嘞 除了娘胎 便满天地的蹦跋 她 也是一尊帝 而且 还是自带天洁的那种 这个 也随我 叶臣说的意味深长 性格与叶凡截然相反 相比这个 楚琳所生的娃 与当年的混世小魔头叶灵 也是两个极端的秉性 一个活泼 一个很安分 哇哇 玉女风热闹了 日子到了 娃娃的啼哭声不绝 有那么一个出类拔萃的 出声没哭 咯咯直笑 奇葩的 不止她一个 怀双胞胎如楚轩 俩小家伙出声 就搁那打架 三胞胎如九黎木雪 俩打架 还有个喊加油的 这是刚出声的孩子 莫说世人 连种地都扯了嘴角 想想也对 也不瞧瞧她们的老子是谁 大楚帝十皇出品 果是精品 这一月 奇景意象不绝 哪都没玉女风热闹 逢有娃出声 必见雷劫 清一色的地劫 打击得世人都抬不起头了 一窝大地啊 看那一堆粉嘟嘟的小家伙 真个惊世海俗 疯 叶尘曾扶手 疯了小娃娃的修为 出声及大地 未必是好事 玉女风上的画面 格外养眼了 满山街蹦跶的小宝宝 得有二十几个 其中有一大半 都是随她爹的 而这个爹 也很负责 每日睁开眼 第一件事 便是数孩子 没办法 朱天又形成一个 颇不好的风俗 偷孩子 总有那么些个不安分的 三天两头的 往玉女风跑 怎么说嘞 来一趟不容易 总想烧走点啥 烧点啥呢 烧个孩子吧 为此 都找个清新脱俗的理由 老夫喜欢孩子 因他们 夜晨隔三差五 跑出去串门 每逢出去 都有人挨走 想要孩子 自个生呗 总偷我家的顽皮 就那个小丫头 过去 泡她 领回家一个 玉女给你买糖吃 玉女 什么是 泡她 不老实的人 还是横月宗的最多 如谢云 也如司徒男 总会领着自家的玉孙们 来玉女风上溜达 总想与夜晨 结个亲家 可惜啊 他们家的玄孙 都不怎么争气 没完成任务不说 每回 都被一顿好揍 谁让圣体家的孩子多呢 一窝的大地 大半都随夜晨 打架都一把好手 来来 都跟上 时隔三月 天道中事出山了 领着小家伙们出去的 知道的 是在遛孩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搁那放羊呢 又是个皎洁的夜 娟秀的玉女风上 温馨和睦 众女 都坐在老树下 逢之小花衣 不远处 一堆小家伙们 则是满地乱跑 或追逐化蝶 或奔走嬉闹 一个个煞是可爱 你这 怀的是个球吧 夜晨揣着手 一会儿功夫 已看了红颜 十好几遍 媳妇们都生了 唯独这位没生 红颜也想知道 每逢夜晨看他时 他都格外窝火 圣体配圣体 能生出个啥来 这 是世人颇想知道的 究竟是啥个血脉 三年 世人足等了三年 三年 夜晨家的娃 都会打酱油了 可那个叫小红的妹子 依旧没见有动静 整的夜晨 都想进去瞧瞧了 一帮小家伙 也很好奇 以为便是好几圈 一双双大眼 扑闪扑闪的 不知在想啥 还有个不安分的小丫头 伸了小手 戳了戳红颜的肚子 红颜哭笑不得 逢这桥段 都会用吃人的目光 看一眼夜晨 出来 麻溜出来 夜晨指着肚子 已不止一次恐吓 不过 这回的确好使 那小家伙 终是睡醒了 正哥那身懒腰 他一个懒腰不要紧 天与一阵洞颤 还未出生 便见异象交织 演成一片大戒 其内山水草木 都在永恒的灵性 有那么一种天鹰 饶事重的听了 都心神恍惚 我娘了个乖乖 终是要生了 圣体配圣体 史无先例 必是逆天的血脉 啥血脉 俺不知 必定很值钱 异象太过浩大 整个诸天都被惊动 连闭关的地 都一个个冒出了头 天鹰响彻 且是自带不朽的永恒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个老家伙 顿悟了呢 听没听说 女圣体生了 生了 生了个啥 看你这话说的 还能生个金元宝不成 别说 真相元宝 金灿灿的 新一日的诸天 格外热闹 一轮声此起彼伏 天到圣体 太多人仰谋 意象至今未散 再看那个小家伙 通体金灿灿 从哪看都很值钱 也看啥都新奇 俩眼咕噜噜直转 一抛尿 撒了夜尘一脸 他家的娃 就属这位长脸 出生便是天地 老夫发誓 再不来玉女风 跑去看娃的人 基本都是捂着脸出来的 天地啊 太特么受打击了 本章完 第3364章 太荒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星空深邃 月光皎洁 夜尘立于疯癫 静静仰看苍妙 映月月光 能见他眉心处 有一缕乌黑气 萦绕不散 永生永世 万劫不复 上的天道的诅咒 至今犹在耳畔回荡 岁月如刀 已荼毒他一万多年 灭 随他淡淡一字 眉心永恒光绽放 强行斩灭了乌黑气 救济源的遗物 终是在今夜 彻底化作历史尘埃 未破诅咒 他也耗费了一万多年 忠功得圆满 娘亲 月夜宁静 小娃娃的梦一声 奶声奶气 夜尘笑得温和 肉呼呼的小家伙们 看着都喜人 哄 莫的一声轰鸣 打破了夜的沉寂 而后 便见玉女风的上空 演出的异象 雷电聚集 荒帝结 太多帝被惊醒 隔着虚无遥望玉女风 乃金凝霜 该是梦中顿悟 东荒女帝 道成圆满 能否进阶 众帝多履了胡须 老实说 不怎么确定 也不瞧瞧 她是谁家的媳妇 这可不好说 风味荒帝一事 夜尘并未参与 老夫看好东荒女帝 议论声颇多 都已揣手成看客 老一辈的至尊 基本都知姚池的传说 上个纪元 无出地异象 都能逆天成地 这个纪元 多半也能缔造一段神话 夜尘家的妻 各个金国不让须眉 夜尘已俯首 将金凝霜 送离大楚 还是天荒 宇宙的边荒 自古 便富有传奇色彩 地荒在那独占五地 夜尘 在那圣体大成 而东神瑶池 也是在那正道成帝 似有腐朽化神奇之伟丽 荒帝集雷节 旷古朔金 东荒女帝 亦是后来居上 逆天进阶荒帝 对此 夜尘毫不意外 见了荒帝节 便只能突破 如这等事 也无需她作弊 她家的小九 是很优秀的 单论修为 这么多媳妇 就数她最出类拔萃 得 全了 种地干渴 天道之下 五尊荒帝齐了 所以说 还寻思成荒帝者 就莫再想了 没机会了 那日 夜尘堕入了沉睡 这一睡 便是悠悠百载 百年间 她家的小娃娃 一个不见长大 因她的封印 不止封了孩子的修为与境界 还送了他们永恒 以此来夯实根基 第一百零一年 她睡醒了 立在山巅颇久 这逼格 一万年都追不上了 谢云一声唏嘘 这辈子 怕事都没可能了 夜尘神谋深邃 伴着谢云一语跌落 她的混沌轮回眼 渐渐散去了 所谓散去 便是化于无形 再无那双逆天的眼 浪费 不要给我啊 雄二咧了咧嘴 真个暴殿天物 龙爷瞥了这祸一眼 给你 给你能用得上 此话不假 天道的混沌轮回眼 谁都用不了 嗡 说话间 夜尘盛躯一颤 永恒的一瞬 她退去了圣体血脉 再无特殊血统 体内灿灿的圣血 金色的地骨 都恢复了最原本颜色 夜尘心中多感慨 她非先天圣体 是后天得成 自当年神窟 荣臣占本源 至今已有一万多年了 一万年的春秋 一万年的冬夏 是圣体血脉 驻她一路高歌 也是圣体血脉 陪她一路缔造神话 如今退去 怎能不感慨 不要给我啊 司徒男也冒出了头 择舌不已 龙爷策谋 也送了她一个 邪式的眼神 天道的轮回眼 外人用不了 天道的圣体血脉 外人一样用不了 强容必死 她 终是踏出了这一步 人亡捋了胡须 一话 颇多深意 与其说夜尘 退去了血脉 倒不如 说她反扑归真了 至一定级别 血不血脉的 实则已无所谓 对战力的加成 可忽略不计了 圣体血脉虽霸道 但也是一种枷锁 这一点 很多人在成帝时 便已知晓 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 便是夜尘如今的感觉 恍似脱下了一身负重 她的血脉 本源于神藏 则魂归天地 万众瞩目下 夜尘盘膝而坐 如神明 宝箱庄严 三日 未见她动弹 至第四日 她凝练了一柄无形的剑 自斩了一刀 这等自斩 斩得非修为 而是联系 与此宇宙的联系 没错 她斩断了 她在宇宙的印记 那一瞬 她不再是天道 那一瞬 她也不再是 此宇宙的人 而女帝 神尊 地荒 帝尊 以及东荒女帝的身上 则都绽放了 最为璀璨的光辉 夜尘自斩 不再是天道 她们却成了新天道 五尊荒帝 联合成天道 这 是啥个操作 太多人疑惑 气血脉她们理解 咋还退去了天道 此宇宙 最高不过荒帝巅峰 她气血脉 斩印记 退天道 自视为更高的境界 这般说 就通俗一懂了 众生皆明悟 若如此能境界更高修为 自视直得 道无止境 以为荒帝巅峰的夜尘 已有资格超越荒帝 她 会走出一条 这个宇宙从未走出过的路 夜尘出了横月宗 与她一道的 还有东荒女帝 行走中 基宁霜也退去了 仙体血脉 血脉回归原本 果是近清 夜尘难语 抬了手 将一缕还未散尽的瑶尺本源 粘在了手里 瑶尺仙体与上的天道 是有某种关联的 说其出自天道 说其与圣体是近清 也没啥毛病 这也是两种血脉互换肉身 就会互开神脏的原因 只不过 相比荒谷圣体而言 仙体先前便缺了一种力量 或者说 所有血脉都不具备 只圣体有 只因圣体 才是天道的敌传 这些 皆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 新的纪元 已是新的开始 两人入了宇宙最疯癫 女帝 神尊 帝荒与帝尊 都已在那了 曾经的天道 新的五天道 与飘渺摆了茶桌 是叙旧也是论道 相互间 都有某种关系 任何力量都无法抹灭 那 是大佬们的聚会 不少至尊揣手 貌似只有看的份 根本上不去 祖九日 此局才散 临走前 神尊与帝尊 还找叶臣约了一家 同街对战 无人之成败 只知 神尊被挂树上了 小神尊被踹成了一坨 只知 帝尊也被挂树上了 小帝尊也成了一坨 为此 齐化与孟魔 还跑去御女峰 给叶臣一顿喉骂 打就打呗 偏偏打那个部位 这若上了床 干点啥来 咋没把帝荒揍一顿来 冥帝颇感遗憾 搞不好 也会把小帝荒 踹成一坨 当夜 冥帝就被捶了 帝荒已是天道 冥帝想的啥 他门亲的 老夫想看的是 他与女帝干着 玄帝履了胡须 也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主 去哪打 床上 嗯 英雄所见略同 该是惊天动地 话题扯开 不正经的人才 都会不自觉地扎堆 叶臣走了 出了宇宙 自复活之后 这是他第一次出去 是寻行自小娃 寻赵云 也是寻赵云家的宇宙 还有便是 永恒先遇 有太多未知 需他一一探寻 只为解开疑惑 与外虚妄 还是那般浩瀚枯寂 即便他成了荒帝 即便位列最巅峰 依旧望不穿 虚妄深处 他默默驻足 若未记错 赵云他们家的宇宙 先前便是在这的 奈何此番再来 那个宇宙又不见了 多半是五尊天道 又把宇宙挪走了 至于又挪哪去了 鬼晓得 找寻的路 是极漫长的 足寻了一千年 都未见宇宙的踪影 到时寻到了虚妄河 他一路随行 也曾真身入河中 如今他荒帝巅峰 已有这个资格了 相比当年 他与赵云和其的尴尬 稀里糊涂被卷入河中 到了连站都站不稳的 这条河 他跟了一千年 千年的岁月 他就躺在河中 静静地参悟 原来如此 千年终结 他一生难语 虚妄河的秘心 他已得了几分真谛 他未在根 渐行渐远 与外浩瀚无将 他背影略显孤寂 不知走了多少年 真 不知哪一日 永恒先取响彻 昔年 虚他曾与女帝合力弹奏 引出过小娃 此刻 他一人便可做两人事 荒帝巅峰大神通 无论走到哪 都能入女帝的梦 只可惜 弹琴千年 也未见小娃来 与外 静得 让他颇不习惯 好似 一切都归继了 不见形字小娃 不见赵云 不见虚妄花 不见观中人 亦不见两尊魔 仿佛无边的黑暗 就只剩下他一个活人 走走停停几千年 连不明生物都未见 人为寻道 造化却有 来与外第九千个年头儿 他化身成了永恒 第一万年 他终是超越了荒帝 诸天宇宙史上 他待是第一尊太荒境 他足千年未动 只仰看虚无 超越了荒帝 自有超越荒帝的眼界 似是望见了秘星 是有关永恒先遇的 永恒的国度 能隐约望见了 但据此 无比的遥远 比虚幻的梦 还更加遥远 永恒之门 他收谋 喃喃自语 眸光也变得明暗不定 咱回去吧 混沌顶溜烟跑出 上窜下跳 老实说 不怎么待见 雨外虚妄 到处都黑不溜秋 还是朱天豪 人才扎堆 有事没事 还能找人聊聊 有不少女帝气 还等着他泡呢 这是大事 夜尘不语 撇向了一方 足有三五顺 他才迈开了脚步 入虚妄更深处 那里 有一片魔海 魔海中 藏着一个老乡石 虚妄魔 因他降临 魔海翻滚 一缕缕魔物汹涌 该是虚妄魔 感知到了强大的存在 此番 所表现的是忌惮 也对 他已非太荒境 当年一战 自斩了一刀 还险些 被打灭了 前辈 别来无恙 夜尘淡淡到 看了魔海 又还望了四周 确定指虚妄魔 未见虚无魔 是你 虚妄魔一经 四任出了夜尘 当年只准荒地圆满 如今再见 竟已超越荒地 竟已是太荒境 这特么的 他开挂了 进阶的速度 也未免快得太吓人 震惊之余 还有愤怒 当年若非夜尘 他与虚无魔 多半已灭了小娃 那一战 他们输了 也是那一战 他跌落了阶位 不止跌下了太荒境 还落了一身的伤 也是无法抹灭的那种 至今未复原 偏偏在这结果眼上 遭遇了太荒级别的夜尘 想到这 他转身变顿 打 打毛线 他一人可站不过夜尘 拿走 夜尘一语哭泣 伸手探入了魔海 啄出了虚妄魔 给无 灭 虚妄魔一声爆喝 借了魔海 吞天灭地 正 夜尘未动 体内展出了一道永恒光 劈开了魔海 连带虚妄魔 也一并劈翻了 一路横飞虚妄足八万里 那思也是荒地不假 奈何出街 远非他对手 啊 虚妄魔怒嚎 顿得变了形态 成擎天巨魔 夜尘无视 一脚踩了下去 这一脚 足够分量 踩崩了虚妄魔区 只剩原神 就着还想逃 被混沌顶强势镇压 任他魔为毁天灭地 也正不脱封印 一缕缕的元神 被强势化灭 门在哪 夜尘淡道 他口的门 指的自是永恒之门 也只有跨过那道门 才能真正到永恒先遇 如 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虚妄魔宁孝 许是知道活不成了 自不会吐露秘心 夜尘未曾言语 直接搜魂 遗憾的是 虚妄魔的元神深处 有一道诡异禁止 所属太荒级别 出了那禁止 虚妄魔便开始分崩离析 元神寸寸崩溃 伴着宁笑声 画了一片虚无 这就尴尬了 好不容易逮住个活的 灰飞烟灭了 夜尘默默转身 若这一段旅途 那他 便是一个虚妄的游客 无人为他记录之光 无尽的岁月 他如一只游魂 浪荡在无边黑暗中 奈何 想寻的人一个 都未寻到 人间蒸发了 夜尘不止一次这般问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可能是虚妄太浩瀚 而他所走所知 皆冰山一角 永恒之门 他的南语一路相随 想知的秘心 只有去永恒的仙玉 才能真正解得开 问题是 他不知那座门在哪 赵云多半知道 可那货 也不知跑哪浪去了 本章完 第3365章 人间道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这是一片桃花园 花瓣散漫 桃花掩映深处 云雾缭绕 阴晕朦胧 藏着一道道歉影 或拈手抚琴 或翩然起舞 皆美得如梦似幻 接叶辰家的媳妇 不知哪一年 叶辰回来了 也不知哪一年 他们离了横月 来了这片桃花园 开墾三亩稻田 种上十里桃花 不问红尘事 不管世间休 日春作 日若而兮 上个纪元的夙愿 终是在这个纪元 得以圆满 众女时而侧眸 看一眼不远处 那里 叶辰正在灶台忙碌 哼着小店 大秀厨艺 居家好男人 他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一个 灶台之下 一排小脑袋整整齐齐 男娃虎头虎脑 女娃如小精灵 大眼都很灵动 肉乎乎的 粉嘟嘟的 接叶辰家的小宝宝 小家伙们很调皮 总会在叶辰转身的瞬间 偷摸抓点东西吃 动作很麻溜 咱家接不开锅了 把你们几个 拉到集市上卖了 该是能换不少钱 叶辰看着几个小娃娃 露了雪白的牙齿 好吗 一句话 小家伙都跑了 迈着蹒跚的小脚步 各找各的妈 生怕这不靠谱的爹 真给他们拉走卖了 别老吓唬他们 西岩瞪了一眼 顺手一个桃子砸了过来 这有了娃 就是不一样 叶辰一声唏嘘 也是哀声叹气 我记得 你初入横月时 可乖巧了 都是你教得好 总忽悠我偷师祖的兄弟 这不能怪我 找楚轩楚灵 我是他们带出来的 往饭菜里放特产 也是我们教的 楚轩与楚灵策谋 集体送了叶辰一个邪式的眼神 哪壶不开提哪壶 某些人啊 还想霸王硬上弓来着 听说 被揍得不轻 逢对叶辰 这帮漂亮的妹子 都格外的团结 真把某人的光辉事迹拎出来的说 八百年都未必说得完 叶辰不以为然 脸 是个好东西 有时可以不要的 如他 最骄傲的事 不是灭了天 而是把这片土地的人 都带得倍儿有活力 说话好听 而且很懂礼貌 晚餐 还是很温馨的 一家人围坐 说说笑笑 温馨无比 饭后 夜晨躺在了卧椅上 轻轻摇着 静看星空 远离喧嚣 安逸平静 无纷纷扰扰 无耳于我诈 如此完美 他经历过 曾经六道轮回中的人间道 就是这份完美 那 是遗憾的 也不知是人间道眼的太真 还是他入戏太深 每每一起 都不免心疼 妻子的泪 妻儿的不舍 都恍似一道永恒的伤疤 死死烙印在了灵魂中 还好 岁月不老 人间道的遗憾 尘世间得以弥补 众女也在 多单手脱脸颊 近看星空 依旧时而侧眸 看一眼他家的夜晨 一个个的 都笑得傻傻的 娘亲 我想听你和爹爹的故事 小家伙们 依偎在娘亲怀抱 说得奶声奶气 我们 是在炼丹炉中相遇的 娘亲是你爹爹的师父 当年他可调皮了 是你爹爹 将娘亲从地狱拉回了人间 酒世的祝福 那是一种古老的传说 我们曾相望江湖 是一段乱情的曲 这是一段段颇久远的故事 众女美眸迷离 神色吃醉 真如讲故事 说着他们的当年 一幅幅画面 都好似游在昨日 历历在目 曾经的某年某月 遇见了一个叫夜晨的人 一个妻离却美好的梦 便伴着岁月 拉开了帷幕 夜深了 小家伙们似是眷了 在娘亲怀中入了梦乡 众女还在说 浅孝中有柔情 前程往事太苦 却似毒药 让他们上了瘾 天不早了 洗洗睡吧 夜晨起身 俯首一片云 挨个接过了众女怀中的娃娃 也是挨个 放在了云团上 颇有几分慈父的温情 这个爹可不是今夜 这个爹是怕小家伙醒着 妨碍他与媳妇交流感情 今夜花好月圆 总得干点啥 话风变了 本是众女的一个青春回忆录 因她这么一整 有点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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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苗头了 来来来 排队 滚 众女挨个抱走了孩子 临走前 一人踹了某人一脚 浪漫一回不好吗 好好的气氛 到你这 就盛浪了 清晨 何旭阳光洒满大地 给新一日蒙了一件祥和的外衣 桃花园有来客 乃熊二小胖子 个头不见长 浑身的肥肉 倒是一坨挨一坨 远远望去 哪里像的人 那就是一个球啊 岁月啊 真是一把杀猪刀 遥想当年 俺们俩那叫一个青色 记不记得那次拍卖 熊二神色怅然 跑着山情来了 俩眼却孤溜溜转 说是来找叶晨续旧的 可来了之后 养儿都没看一眼叶晨 竟看她媳妇了 多日未见 又嫖娘了 如她 某些人也是三天两头的来串门 如谢云 司徒南 霍腾 小灵娃一回都没拉下 不要怀疑 俺们就是来看美女的 找你叙旧的 对此 叶晨都会用最热心的去接待 单胜嘛 存货多的是 好不容易来一回 不吃饱乃能走 熊二他们子孙满堂 他这个皇者 功不可没的 就这 某些人依旧不长记性 又是一个桃花漫天的月夜 桃花园如梦似幻 今夜的叶晨 并未躺在卧椅上 而是静静仰看苍描 楚轩走来 在看什么 没什么 叶晨微微一笑 简单的对白 似有颇多的寓意 身为她的妻 自是懂 这些天的叶晨 有些太反常 那双深邃无边的眸 似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连他们都看不透 正因看不透 所以才害怕 这一夜 叶晨堕入了沉睡 他这一睡 便是很多年 众女每日都在 看得最多的 便是他紧皱着的眉宇 似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是什么 神尊不止一次难语 总会在夜深人静时 仰望虚无 不知从哪一日起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等感觉 其他天道字也有 曾有己顺 颇感星际 世人自不知 星际元太平盛世 祥和隆目着整个宇宙 哄 永恒的太平 终于一道震颤还雨的轰隆 被彻底打破 整个宇宙都晃荡不堪 所有的光都暗淡无比 青天白日 天突得黑了 或者说 是被一只大手演成黑暗的 那只手 太大了 遮了好雨乾坤 能见长指尖 刻满了古老的符文 写毁灭之威 自遥远的飘渺而来 要泯灭人世 那 那是什么 云云众生皆色变 哪怕是至尊 都心灵站立 因那只手 世间再不见一丝光明 多少年了 这个星际元的宇宙 第一次这般黑暗 无人动 准确说 无人动得了 被蔑视的威压 撵得动弹不得 莫说世人 连五天道都不例外 大手携带的威压 是超越荒帝级的 凝固了乾坤 也定格了规则 蔑视吗 太多人难语 忍不住心灵颤抖 黑暗 绝望 这等星境 像极了上个纪元天道 灭世时 哄 苍生危难之际 一道永恒划破了天际 乃夜晨 终是醒了 他知一剑 即是旧式的一剑 劈开了灭世的大手 那一瞬 他叠血了 自他成天道 自他退天道 苍生还是第一次 见他受窗 血光刺目 永恒区上满是血鹤 与苍苗亮亮呛呛 看嘴角躺翼的每一滴血 都染着一缕毁灭之光 那一瞬 他也望见了一座门 该是传说中的永恒之门 通往永恒先遇的门户 小看你了 淡淡的话语 想满乾坤 不知是谁说 却是枯寂冰冷 如上苍的宣判 独有一份威严 谁都忤逆不得 永恒天 叶晨一语平淡 似之谁在说 人道 笑话 冰冷的话语 一寸寸枯败了朱天 你也怕 怕人道 怕云云众生 叶晨的话 还是那般平淡 正一寸寸枯败的朱天 因他又一寸寸的复苏 破碎的山河 又重现永恒生机 他或许不是人道统帅 却会撑住某个古老的使命 会为众生 燃起黑暗龙目前 最后一片辉煌 此不亮丽 还是一只蔑视的手 自虚无中降下 朱天气韵 浩然长存 叶晨一剑永恒 第二次展开了浩宇 手提永恒剑 如一道不朽光 直插浩秒 穿越了天地玄黄 掠过了宇宙洪荒 射向了那座 比梦还遥远的永恒之门 他要站 也必须站 不只为一个答案 还为守护身后的大好山河 他 依旧是朱天 最璀璨的一幕 也是他 划破了宇宙的黑暗 赋予了苍生光明 若我死 便你来 夜沉难雨 地区在一寸寸燃烧 曾在永恒的一瞬 望向了一方 似能隔着无尽虚望 望见一个还在猥琐发育的小午休 他若战死 那个人便是希望 夜沉 私营般的呼唤 是撕心裂肺的 那是他的妻子 还是那个桃花源 还是那一道道倩影 抱着一个个孩子 泪眼婆娑 终究 他还是要走的 人间道的离别 终究还是要在尘世间上演一回 夜沉一瞬回眸 对妻儿 对桃花源 对横月 对大楚 对朱天 对云云众生 露了最后一抹沧桑的笑 永恒 再见 晚安 本章完